今年大家到底有多穷 中秋节连月饼都没人买了 从一开始的68 168 238 到现在各路商家疯狂的内卷 价格一降再降 甚至推出了低糖低脂 各种花里不少的款式 可依旧挡不住停滞不动的销量 一亿年轻人放弃吃月饼 多家代工厂订单销量 报减30% 送礼的人越来越少 吃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是为什么呢 无非就是企业没有员工 不需要送的 员工找不到工作也吃不起了 即便是有收到月饼 送了一圈之后又送回来了 老人吃太多糖醉用太高 还死贵 索性大家都不买 这就导致大量月饼礼盒 在各路超市堆积如生卖不出去 今天上超市去买菜 发现超市的月饼 琳琅满目 堆得跟三四的 去超市买菜的这些老百姓 手里面有一个名月饼 为什么月饼买不动呢 酒也买不动 饮料也买不动 冰淇淋雪糕也买不动 孩子们爱吃的小零食 也买不动 这能怪老百姓吗 你们好好看这些东西的配方 哪一个让老百姓放心的 不是老百姓不想买 也不是老百姓吃不起 而是现在的东西 全是科技又很活 弄不好又会吃出问题来 辛苦一辈子沾点小钱 最后全都送回医院 你还敢吃吗 说出实在的 那些坑坑老百姓的黑心肠的商家 只会让人感到白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新闻频道 我是美玲 月饼曾被视为是中国中纠结必备的传统美食 在过节的前半个月 应该是月饼销售最旺的时候 但今年行情格外的冷清 月饼产量比去年下降了2万吨 销售额也跟着少了20亿 商家降价促销 无奈消费者购买力不足 有制作月饼的工厂反馈 今年出货量只有今年的一半 目前商店超市中 低于100元的礼盒数量不在少数 并且摆放在货架的C位 同样的月饼礼盒 去年价格是128元和168元 今年价格下调了5、60元 但还是销量不佳 商家也是很郁闷 明明是大降价了 还费尽心思做了各种口味创新 怎么还是没有人买呢 酒店销售月饼也是一个主要的渠道 广东深圳一家星级酒店 往年在销售季 一个周末的早茶时间段 就能卖出一两百盒月饼 今年周末能卖出个10盒 就算是不错的了 以前一口去买10盒的客人 今年才买两盒 还要讨价还价 在广东中山一家酒店 做销售的小林说 她今年销售指标是700盒月饼 她所在酒店 今年销售目标是4万盒 酒店全员摊派卖月饼 如果玩不成指标 可能还要自己掏腰包 对月饼销量下滑 网友L姐认为 以前各大公司团购买月饼 是销售的一个主要渠道 而今年很多公司都没钱了 导致团购数量大幅减少 今年的月饼彻底是卖不动了 我多年的销售老朋友跟我诉苦 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年的这种情况 以前买月饼都是靠抢的 真怕抢不到 先怕后过 预复怕那都是常态 那今年却无人问津 那把月饼产量都快逼疯了 2023年月饼的产量 是32万吨 销售额是220.1 今年的预估产量只有30分 销售额只有200个亿左右 今年的价格也是更加的清明 也就是下调 从去年的80到280 降到今年的70到220 那为什么今年还是没有人买月饼呢 那据统计啊 只有34%的人会把一盒月饼吃完 难道大家都不喜欢吃月饼的吗 那昨晚我跟一个老同学去聊天 他们是作为正企机关福利采购的 那他们说今年的采购量 真的是钻瓦式的下降 那一方面是大量的财源 另外一方面呢是公司的预算也在下降 导致了团购的需求大量的减少 月饼的主要销售渠道呢 就是来源于团购 所以影响的还是非常的大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购买呢 也是受到了这个经济下行的影响 大家的口袋里面呢 钱呢都不赌 一盒月饼呢 动不动就几百块钱 能不消费 当然就是不消费 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呢 成为大陆网络近期热议的话题 王晓阳师傅认为 根本原因就是大家是都没钱了 今年买月饼的老板应该也是很难做 今天我去月饼店 也去买了两号月饼 因为往年的这个时候 大家都是排出场队 把这里是围的水泄通 简直是请风的 几百上千块钱的都是小的 因为他们这里的月饼 都是手工做的 没放什么钱家机 所以大家都喜欢拿这里买月饼 那么今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冷冷清清 香香凉凉 当然都是买个一两盒 而且还都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去超市看了一下 哪里买月饼的更是离谱 买以后可以送一盒 现在可以送两盒 你要知道下个星期 就过中秋了 月饼做现在还买不到 所以说今年做月饼的老板 已经费事很难 因为往年的工程企业 都会发几万十几万 其实更多买来送客户送园 那么今年的团队是越来越少 而且零售的价格也是一跌再跌 所以说今年卖月饼 做月饼的老板也是一样 像传统行业一样 也是很难做 难道今年的老板不吃月饼呢 不送礼呢 不是都想 那是为什么 其实是真的买来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现在事业率比较高 大部分人都面临着欠薪 或者是房贷车贷等 所以消费者开始缺衡 是买一份昂贵的月饼礼盒 还是将这份钱 由于家庭生活的其他更紧迫的地方 但自然是不言而喻 买月饼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冷清市场直接冲击到月饼代工厂 甚至一家代工厂 往年在中秋节前半个月 是销售的高峰期 生意十分的火爆 工厂忙的是凌晨都在出货 但今年订单明显少了 工作强度也降了下来 这家工厂的客户 便及广东省内数十家酒楼 往年在中秋节的前两个月 酒楼就开始陆续下单 但今年大家都在观望 直到中秋节前的一个月 才开始下单 订单量整体下滑了20% 往年各酒家 买完一批货还会追加订单 但今年能把手头货卖完 就已经是很难了 因为没有订单 有些厂家的员工上三天修一天 隔天就可以出货 网友大头认为 大家不买月饼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的月饼 存在质量问题 第一个是月饼行业 自己做死 每年都在搞各种黑幕挑战 消费者底线 我随便举个近期的例子 上个月合肥一家超市的 月饼包装盒上 竟然同时出现了 去年和今年两个生产日期 也就是说去年卖不完的月饼 今年贴个新日期 又拿出来卖了 这不是拿咱消费者当傻子吗 第二个绕不开的原因 还是经济不景气 今年中秋不要说月饼 大闸蟹价格也是狂跌 照样买的人还是变少 不是大家不重视传统节日 也不是真不想吃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 花一百多买一盒月饼 还不如拿之前买40斤大米 吃一个月更实在 大头举的例子 还不算太夸张 这些媒体报道 杭州网友发现 自己家中一盒月饼 与2005年生产的月饼 经过十年的时间 仍然是完好无损 切开之后 饼内馅料没有发霉发臭 但是核外的保质期 仅为30天 让人想不到的是 月饼竟然能堵死蚂蚁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我昨天吃了半块月饼 后来吊到这了吗 这这这蚂蚁都死了 这蚂蚁都死了 这玩意儿是 这个这哪是月饼 这是蚂蚁腰啊 这是啊 我操这人吃了会怎么样 我吃了烧心半天 我说昨天怎么那么烧心呢 不少网友批评生产商 为了延长月饼的保存期 所以添加大量防腐剂 有些无良的厂商 甚至使用漂白剂 漂白莲蓉 或者用佐色剂 来调制豆沙 蛋黄的颜色等等 蛋黄莲蓉饼 是月饼中比较受欢迎的一款 莲蓉馅馅料包裹着 咸香的蛋黄非常诱人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看上去色泽金黄的鸭蛋黄 可能不是真鸭蛋 而是用其他东西合成出来的 网上有一段视频 在视频当中 黄色长条固态产品 通过一个切割机器 然后从切割机器里出来的 就变成了所谓的咸蛋黄 这种咸蛋黄 主要是用淀粉 蛋黄粉和各种调味剂 添加剂制成 其成本自然也比真蛋黄要少很多 这种机器一个小时可以生产10万颗 这个生产速度比鸭子生蛋可快多了 有网友从市面上买来的 所谓的真空包装的咸蛋黄 像这样的25个包装的咸蛋黄 价格非常的便宜 是人工合成的假蛋黄 那么消费者要如何识别真假蛋黄呢 专家表示 首先要看标识 一般真的咸蛋黄 配料表中配料 只会标鸭蛋食用盐 而人造咸蛋黄的标识 一般会在配料表中标注 咸鸭蛋黄制品等字样 其次呢 要看颜色与结构 正宗的咸蛋黄 通常呈现出深黄色 或者橙黄色 而人造咸蛋黄 往往颜色过于鲜艳或过于淡 之前鸭蛋结构不均匀 外松离紧 中间往往有小硬芯 而且有很多油 而人造咸蛋黄结构均匀 咬开后不会有分层 不会有硬芯 还可以用手去捏 假蛋黄一捏全是渣渣 最后还可以通过水煮搅拌可以区分 真蛋黄水煮搅拌后 水煮成精 蛋黄呈现浅黄色块状 而且表面会有一层油脂漂浮 而人造咸蛋黄 加大量淀粉 水煮搅拌后会呈现均匀的粘稠状 至于吃到嘴里的味道 更是相差很远 真蛋黄吃上去很香 而假蛋黄吃进去感觉是面糊糊的 一点蛋黄味道也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账号 家卫美食记的视频 看看怎么辨别真假咸蛋黄 咸蛋黄怎么选布采坑 这是两款预烘烤脱水型的咸蛋黄 平常拿来包粽子做烘焙都很方便 这款便宜个头多 看一下配料表 很多成分和添加剂 是合成蛋黄 这款配料表压蛋 食用盐 是正宗咸蛋黄 正宗咸蛋黄 偏透明状 合成蛋黄比较结实 颜色较红 我们用微波炉分别加热一分钟 正宗咸蛋黄松沙流油 合成的咸蛋黄不会流油 里边比较结实 吃起来都是淀粉 口感差很多 近期 致命的沈阳道香尊月饼 在韩国入关时 被韩国海关检测出 还有一种极其危险添加剂 脱氢乙酸钠 因此这批月饼 全部都被退回了 这种脱氢乙酸钠 堪称夺命杀手 人体如果摄入 会严重损害肝脏和肾脏功能 甚至还会对中枢神经造成破坏 但在中国 脱氢乙酸钠 在食品与零食领域 还是被允许正常添加的 像面包 吐司 蛋糕 以及各种烘烤包装 零食生产商 为了延长保质期 都在大量使用这种添加剂 然而在国外 这种添加剂 早就被列入了 进入防腐剂的名单 有大陆网友留言说 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出口 却经常被检测出 那不合格 那超标 那么国内给老百姓吃的残次品 该有多差劲呢 有着全宇宙最多的 从上到下各级食品监督部门 去混之等死不干活 让人心寒 有分析认为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之所以不能够得到解决 是因为中国高官的特供制度 那么如果取消了特供 老百姓的食品也就安全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先李告栋宾 今天 Ganze halen